主恢复的路乃是生命的路 生命的相对就是一个组织 主恢复的路不是一条组织的路 你们都知道什么是组织 我曾经去访问过一个工厂 非常有规模的工厂 里面很多的机器 很多的生产线 很有规律生产这个产品 但是进到那个地方 是什么都很干净 什么都整整齐齐的 但是那个是一种的组织 人为的组织 那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就好像一个园子 一个花园 就像我这一次 像我来到Penewa这个地方 就有树啦 有草啦 有鸟啦 没有机器 没有生产线 就是很多树 很多草 很多树木 很多这个 你觉得这个人觉得很舒服 有的时候这个树枝啊 丢在这里啊 有一只泥巴 你看你好像不是那么整齐 但是呢 你里面觉得这个东西啊 很吸引人 你到这个地方来呢 你觉得很舒服 如果就不像啊 你进到一个大的仓库 大的一个工厂 什么都很整齐 什么都在那里运作得很齐全 但是呢 没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神所要的不是工厂 神所要的不是一个组织 神有一个院子 一个院子啊 他有这里要种树 把生命啊 种出来 所以一面来说 可以地球 外面呢 不是那么整齐 不是啊 安排的这么的 十存十美 但是给你有一种感觉 东西是活的 东西是活的 我们的神啊 祂喜欢活的 整个啊 祂的创造 就是把这个活的东西啊 带进来 所以神不满意啊 当然外面的 一些的组织的 死的东西 所以神是一个生命的神 祂要我们走的这条恢复的路 弟兄姊妹 要认定 是一条生命的路 我们都是神的原则 神把祂自己 种到我们里面来 祂要在我们里面长大 祂不是要来啊 怎么安排我们 改造我们 来啊这个 指挥我们 祂要在我们里面来找 来找 那我们需要认识 主恢复中 生命的内在素质 三一神的内在素质 乃是神圣的生命 父神是生命的源头 子神是生命的具体化身 灵神是生命的涌流 我盼望你们年轻的 弟兄姊妹 你们都要记住 我们的三一神 祂是生命的源头 祂就是啊 这个神圣生命的 内在的素质 人生命的 人生命的 length 走 走 走 怎么